我们欢迎再回到我们讨论的现场 我们刚刚提了很多国民党的优势 跟国民党他们以往的选举的模式 也是跟台湾人的生活习惯有关系 所以怎么样使台湾人能够觉醒 我想民进党的功课也很多 就是说在议题方面他们要怎么打才能够赢 到目前为止哪一个议题民进党是最成功的出击呢 苏仁兄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稍微补充我们上一节讲的 就是刚刚社长也讲了 云林这一意 就是说补选的那一意 是一个很关键的 它给我们有一种很多的概念 当我的解读的话 刘建国当然他经营地方很久 这是没有错 但是刘建国的话 基本上他这个形象是不错的 而且是 我那个2008年选完以后 我就讲过一句话 我说民进党一定要世代交替 而且是垂直的交替 那我对刘建国的解读 我说这是一个世代交替 这是一个方向 那澎湖这个呢 澎湖这个就是说 社长讲的12个年轻人 12个年轻人 他们当然也去跟人家泡茶 但是他们用网路来联络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小兵力大功 国民党那么庞大 对不对 就被12个年轻人给他翻盘 所以大家 所以说我想说 绿营的人信心来在什么地方 信心就来自这个地方 你要观察到一些 一些真正能改变 这个局势的一些东西 那些都是很虚的 国民党就是浩大喜功 搞那些传统的那些什么 绑装啊黑道那些 那些我讲实在这个时代的话 慢慢会生锈了 我觉得那个都不是重点 还有一个的话 一个现象的话 我想提一下 这个选举的话 还有一个议题 大概是一般我们相亲的话 大概不太注意 新唐人在台湾的亚太台被盖台 在中华电信里面被盖台 台湾有很多立委 这个民营党有立委 国民党也有一两个政治人物 来声援他 说你为什么 你要查明 为什么会盖台 好 我为什么讲这个呢 就是说 我们上一节讲说 你今天 国民党没有钱 没有党产都没有关系 中共一定会亲援 所以说 台湾的选举 这个背后 这个黑手 中共已经是 把手伸到台湾去了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想民营党要看很清楚 所以你比方说 在新唐人这个议题 你要很坚定的 很清楚的表达 说我们反对 你就是说 你这个盖台这个事情 一定要查清楚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男女中间的话 如果说打选战 还有一个议题 就是说你是反共 还是亲共 反共的话 就是你站在一个道义 一个正义 一个一边 你亲共的话 你就是站在独裁这一边 这个议题的话 你要 民党要很巧妙的 要帮他表现清楚 我们晓得 我们今天不是说 这个法轮功在台湾 是很多人 大概80万人 我们不是说 炒作选举 说他们 他们也有选票的 对 你军人也有选票嘛 人家有信仰 人家也有选票嘛 这80人的选票 他的第一个 他关切的就是中共 你是反共 还是亲共 这个是他们第一个关切的 他们的邻居力很强 所以 所以你就说 我想民党 就是说 要帮这个目光看大一点 你在台湾国内的话 选举 其实你牵涉到 就是说中国对岸的一些 一些 就是说在台面下 还有一些 一些东西 我想大概也要 也要关切到 所以全面的 这样子就是说 你这一路的选举 是稳扎稳打 还有一点的话 我想 说今天 这个 台湾的希望 或者是绿营的希望展 是在年轻人 所以我们 我就觉得 就是说 我们天王级的 就是说 应该有个什么心情 有一个 你们都做过 对吧 副总统 行政院都做过 你们要有一种说 为台湾 就是说 续罪的心情 来说说 来帮忙 说那个 帮 提席下一 就是说 这个 这个我们的新世代 或提席他 或在旁边帮忙 千万不要跳出来 自己 自己到 到第一线 说 哎呀 非我其谁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 是 是 最坏 最不好的一种 这个情形 你看我们这个时候 那个民党 一直年轻人出去 我想 国民党跟都跟不上 国民党还是那些老人在上面 这个树仁兄刚刚讲的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希望 可能就是我们未来的年轻人 一年一年来增加那些的 可以投票的年轻人 而且他们对台湾的那个 现代的那个变化 他们有掌握住那个命脉 那这些年轻人 可能就是台湾的 将来的决定台湾前途的主人翁 那你又提到说 有其他的 就是说 比我意识比较清楚的 不是传统的民进党的主群 我们也要想到说 这方面也是我们的 一部分的那个支持力量 我们这样讲嘛 你今天打反共牌 这是中间选民会来的 南一里面也有反共 我不相信南一里面 全部是亲共 南一只是说 那些有利益的政治人物 其他南一里的这个基层的 基层的他是要在台湾 就是说这个 这个继续永续经营的嘛 对不对 那中共的话 这个定位是跟我们是有敌意的 所以你今天如果说 反共这个立场 能站得住 中间选票是会来的 我是这样这样的认为 那除了这个不同的那个力量的话 我们常常讲说 海外的台桥 也是一股力量 那我们洛杉矶的侨胞呢 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的多样化 那台湾会馆呢 也观察到有很多 侨民呢 都很积极的想参与 这次台湾选举 有的人准备要回去了 有的人呢 已经在开始帮忙小额会款 那李社长你认为呢 在这方面 我们在这里我可以表演什么样的角色来帮忙这一个区块 嗯 嗯 嗯 从中这个漫英Q动算后 我们教老 就很冷气 对台湾的政治 就很冷气 那 但是 实在是 現在以後三年,三年裡面,這三年會決定台灣的苗文 馬英九現在一路請忠,看他怕速度這麼快 但是如果馬英九二零一二年他再選掉 我在想台灣差不多到中五年了,所以未來兩三年實在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各位兄弟要繼續來支持台灣 這份熱情不能無期 主要有一點的希望,我們就不會放棄了 現在看到馬英九做到年半,民進黨的思維很好 所以我們國家需要回家去幫忙 要怎麼幫忙?就是要提高選民的收集 看他當時要回去收集這些選民,不要讓這些黑白道控制 因為黑白道控制的地方,國民黨就很好用買票的方法來選條 我們就要去基層,走基層,去收集我們的高雄的親郎,親友 可以脫離黑白道控制 如果你看一些比較成熟的國家,像美國和日本,他們的民主政治很成熟 他們的選民就是很自主,所以不會讓黑白道控制 一旦好選人跟黑白道有關,他們就算賣掉了 很感謝李社長,感謝秀蘭先生來這裡跟大家分享 今年在選舉的事情 所以總結,我們在選舉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所有鄉親可以回去,就是回去投票 如果賣掉了,你打電話,你的親郎就是像剛才李小丁說的 一定要看清楚,人民各村的台灣才有希望 你如果可以小額捐款,你就可以觀看民進黨 直接觀看民進黨 如果可以營養你的親人,就是跟他們說清楚 就是什麼樣的政黨是在我們支持的 不是跟黑道做會的,也不是買票的政黨 今天我們的節目到這裡,謝謝大家